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就 憲政府可能就蠻喜歡的 因為 因為我是彰化人嘛 雲林在旁邊 但是我從來沒有來過雲林 第一次去雲林就是去 文化廚跟廚長碰面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他們 他們的刊物 官方的刊物都很漂亮很感人 但是不真實 所以他們就希望 可以就是透過我去 拍一個真實的雲林照片 所以我那時候 對雲林完全沒有概念 甚至對整個台灣都沒有 都沒有概念這樣子 然後這個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非常好 能夠回來是自己生長 的土地的一個情況 所以 對啊我就不知道 台灣到底 好 再來就進入雲林 這是 雲林的海邊 因為 就是因為這個拍攝計畫 是一個完全open的計畫 他沒有跟我說你要去拍什麼 或是拍誰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 前面花了大概 九個月的時間在摸索這件事情 然後一開始我就是根據 因為念書的時候 比較喜歡去海邊 所以我就一開始去雲林的海邊去看 然後就看到這樣 漫移到天天的空架 就很漂亮 然後很漂亮 漫無夕陽 這也是我看過蠻特殊的 因為很少會有前面再有一塊 黃宮的那個 然後這是台西港的 每天的風景 所以那時候到海邊看 然後看那個漁船 進進出出 就會可以 大概可以感受到就是他們漁夫們 要怎樣在這樣的天氣裡 然後出海工作啊 捕魚等等 就會覺得蠻幸福的 然後 其實在沙洲上很爽 然後看完了海 就會看到那邊的濕地 因為大家都知道雲林的海邊 就是地上下跡很嚴重嘛 然後很多地方都是 就是淹了水之後 然後水就再也沒有退去 然後這個是 哪裡啊 成龍 成龍師弟 然後這是 湖頭師弟 在 它原本是一條路 這中間還有行道樹 旁邊還有偏線塔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 注意形成安全牌 然後這是 然後從韋恩颱風來了之後 水再也沒有退去 然後就變成一個師弟 在那邊 反正就很妙 然後這是 在 口吳旁邊 這個我覺得 這是超經典的 大家經過 一定會看到 這原本好像是 土地一公尿 然後 它就一大塊 變太龍龍 變太龍龍 對啊 在台石器線旁邊 經過一定會看到 然後除了地層下跡 濕地 然後就看到很多 荒廢破舊的景象 因為那邊 就是沒有什麼工作計畫 大家可能長大之後 就離開自己原本的家庭 然後像這個 很多三合院都沒有人住 然後 就體驗都當晚雜草 就覺得很可惜 這 大概一半的窗戶 就在路邊的廠房 這也是 就是 從我進去雲林 一年多到現在 都沒有人 都沒有改變 就是也沒有人會去動它 會想要去整理它 就一直在路邊 然後很多 廢墟啊 就是沒有人住的房子 然後留了很多東西沒有帶走 然後台溪 路邊的樣子 很多很多 然後 這是三條輪 海水浴場 然後三條輪 海水浴場 是那邊唯一的海水浴場 然後 因為現在好像 就是好像沒有證照 還是什麼 就是已經沒有移業很久了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 整理 也沒有前進去修 不過那邊有一個很大的 海水浴池 因為我覺得如果那個整理起來 很漂亮 但是就是有一點颱風 那個 堤房就斷了 然後 那邊就沒辦法再游泳 這樣子 就覺得很可惜 然後這次後來再去拍的 三合院 在 上七十八台 他就到了之前 等又止 就覺得 反正就是覺得 三合院都很漂亮 那前面都有點長 然後 但是就會有另外一種 荒廢的美出來 然後另外那邊 在那邊遇到很多 死亡的 動物們 因為 就在路上常常都 很多動物被縱死 然後這是 我遇過覺得可能 死的最優雅的人 吃掉 我覺得Pose很漂亮 然後 還有小黃瓜 那個大文明這樣 然後 然後死老鼠 就是那時候我去了 我就覺得 應該是我們人類侵入他們的生活範圍 不是他們侵入我們的 那個道路這樣子 然後死豬 這個就是 我第一次去雲林的時候 就看到了風景 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就在 就在 貪石器線旁邊 一個工廠的外面 就一直 吃著旁邊 發黑發脹 這也被撞了 蛤 被撞了 沒有沒有應該 應該工廠裡面丟出來 然後會有人專門在搜這個 動物的屍體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幾隻狗狗 那邊一直叫叫叫 所以沒有到的 很驚訝 但是後來要去找 就 找到 就是沒有第二隻 第三隻 所以這個 就 對啊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是第一次去雲林 然後就看到 那底下一排 就非常的 驚訝 然後前面 就是摸索了蠻多的時間 就從 環境 從海邊到 湿地 然後烘沸 然後 死亡的東西 就是像一個 觀光客一樣 就是看一些風景 看一些什麼 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 我遇到這個阿公 就是他在 台西那邊 然後那時候在拍他家 後面那個 藍色鐵門 然後他看到我在拍照 他就 他就 進房間 進屋子裡面 然後拿那個水龍燈 挖出來 他就坐下來在那邊喝水 然後就開始跟我聊天 就講他的 他的故事 他二次的故事 然後他自己的故事 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去了 就是有回台西 如果有看到他在 就會下來跟他聊天 然後這是第二次去 他在 處理他的遺障 這樣子 所以一直到 嗯 我遇到這個阿公 因為 他 應該是一個人住 然後每次去做事實上 第二次去 他在 弄雨嘛 第三次去 我就進到他的房間 陪他 就這樣陪他看電視 然後所以 一直遇到他 一直到遇到他 我才覺得 就是他 他每天的生活 好像都沒有人知道 就吃什麼啊 做什麼 然後都沒有知道 然後故事 都被 然後就是 就是 好像他都被我們遺忘了 這樣子 然後沒有人知道他 每天在幹嘛 所以我那時候 才有一點想法 說我想要把這邊 人的故事 記錄下來 然後說給更多人 知道這樣子 他不管他的 生活是好 還是不好 嗯 所以才開始 慢慢拍了 很多的人 所以 再來我就會照 產業去分 就是在西羅拍的那個老牛分別 對啊 因為這個大概再過幾年就 大概完全不會消失吧 然後 我朋友的點是 因為他們的點比較低 地勢比較低啊 下面都是水 所以那個收割機 沒辦法下去 所以他們都是用手 收割那個報紙 然後 呃 擦樣機 那時候我遇到 也很興奮 因為就是 呃 反而我過去的生命裡面 都是缺乏這些東西 然後看到擦樣機 就 很難忘記說 為什麼他可以擦得那麼整齊 然後 我看了十幾 二十分鐘之後 才發現那旁邊 有一根桿子在畫一線 所以這邊 開開開開開過去的時候 回來之後 只要中間對足 看到那條線 他就可以畫得 非常的整齊 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這個是 呃 去了菜市場 拍了一些照片 就是 因為 呃 上次去菜市場 不知道什麼照片 國小吧 是不是 對這些東西都很陌生 所以這是那個 賣炸櫃的大哥大姐 然後賣了三代的豬肉飯 然後賣了三代的豬肉飯 然後像這些照片都是 就是拍了照片之後 之後再洗出來送給他們 因為我覺得他們可能做了一輩子的那個 沒有人幫他拍一張照片 這是在北港牛旭派的阿公 就是他是賣綠豆跟藝能的 然後我覺得北港牛旭算 全台灣很精彩的一個菜市場 因為他原本是交易牛的地方 就是 因為之前有分調就是賣牛 然後後來因為 越來越少 就變成一個市值 然後像二手商品阿 或是 呃 這種東西 把那什麼東西都拿 然後也有 千六喝彩 他賣古書的 結果我覺得他們都擺得很 相當紅 然後賣小雞小鴨的 然後牛鱗 這個就是 掛在牛的脖子上的鈴鐺 這個可能 可能幾年後 他也不會拿出來賣 因為他可能拿出來賣 一天賣不到一個吧 或是一個禮拜賣不到一個 然後 雲林海邊的鵝鵝 這大家可能比較熟悉 因為海邊到 然後 從彰化一直到 台南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然後他們家家戶戶都會串 就這種帶風可可 串可可的 工作 然後他們就是會用那個 迷龍繩把那個 那個 那個鵝鵝鵝 串在上面 然後之後再把那個 顆鳥種在上面 然後放到海裡面 去長大這樣子 然後他們串這個 一條 一個好像是一角的樣子 然後一條 好像是兩塊 然後一天大概是賺一兩百塊 兩三百 左右的 就不多 然後這是另外在 台西那邊遇到的阿嬤 穿得很漂亮 這個就 把他看起來 然後他們就拿到海邊去 把他等待了一時 直接把他放到海裡面 不知道 然後 賣蚵仔的 因為我通常接觸到一個產業 都會很想要從頭拍到我 的時候 這整個產業鏈都可以拍起來 然後上面這個一個一個 就是那個科苗 這個 然後台西港那邊的科苗 大概佔了全台灣六成左右 所以像很多台南嘉義 都要去台西那邊買 買這個科苗 然後再回去放牙長大 然後另外這個是我 有一次凌晨三點 跟一個科農出海去搭那個科架 他的 要搭的地方 剛好在六清出海口那邊 然後這是然後裡面那個 長村工業 聽說是 破牌廢棄最嚴重的一個工廠 反正就很誇張 這是三 三四點頭髮的 因為 對 所以有晃到 但是你可以 就會可以想像 就是一片烏七八黑 然後前面是燈火通靈 可能方圓十里 都可以看到那個六清燈火 然後一直在排 排廢棄 味道都聞得到 對對對 你只要去過一次 那邊那個味道 你就不會忘記 反正就很臭 很臭 對很臭 然後這是那個 後面就是六清燈火通靈 然後我們那天要做 就是指的是主要的枝幹 然後細的是 我們那天要綁的 竹竿 然後細的竹竿綁好之後 那個 那個 柯串在掛在那個上面 所以這是 那個 他綁那個主辦的樣子 後面就是六清燈火 然後那時候 我們就 就是 還沒到那邊之前 我們就坐在那個 柯 那個爬一爬上面 然後等那個潮水退 才能進去 然後就 反正氣氛就很奇怪 因為後面是六清燈火 一直在冒煙 然後兩個 兩個大男的 躲在那個 船上那邊聊天 然後就把那個柯串掛在 煮飯上 然後再綁起來 然後上台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一天就是吃 就是 仗退堂的事嘛 所以他就可以吃 海水裡面的東西長大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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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再去找那個人 他說那 但是 重的兒阿都 實態就是長的大 對啦 可能空氣房是甚麼 反而都沒有養大就多了 然後其實他是在台西賣蛋餅的一個年輕人 三十處多吧 然後他說因為大家去台西應該會吃到他的蛋餅 因為很有名的方式 他說賣蛋餅大概一個月收入大概六萬吧 就是可以cover一個家庭的開銷 但是你如果要存錢的話 就要去查 然後他第一年 第一年好像大概賣七十幾萬 然後第二年就破百萬 就查了 就是養那個荷仔 但是就很辛苦 有時候凌晨像那天凌晨三點出發 差不多到十二點才會到家 然後這是鰻魚 大家都知道 像鰻魚越來越吃不到 因為蠻鳥越來越少 然後這是在海邊捕那個蠻鳥 他們就是用那個大網子 然後最後那個蠻魚會跑到岸邊 然後他就是從後面 那個魚網然後撈起來 然後看裡面有沒有蠻鳥這樣子 然後那天他好像只抓到三條吧 然後另外一個是 然後另外一個是 出海去 他們也是抓蠻鳥的 然後他們是魚網是弄在岸邊 大概離幾百公尺 然後那時候他們圍了那個 薩尼亞魚網 然後就是從最尾端 拉起來然後看看有沒有那個 蠻鳥在裡面 然後就是小小條 都是這樣吧 那一條那時候我已經 從進去雲林大概一百塊 然後曾經長到兩百塊 他現在大概多少 一百五 一百八 一百八 所以然後現在那裡蠻魚 已經一千四 差不多 骨燒買一千六 兩千多 所以現在都吃不到 然後這個是那個 他們 就是剛剛把那些都倒上來 然後比較小的蠻鳥 就把他拿進去 好 這幾位 所以他這邊就一條而已 然後這幾位 然後這幾位 但是出來他們只抓到六條 大概就一千多 但是之前可能是幾千條 幾萬條這樣才抓的 然後因為蠻魚沒辦法 人工養殖 所以就只能抓蠻鳥 日本可以完全養殖 但是那個 成本還非常高 然後另外就是他們 餵蠻魚的畫面 就是很有趣 可以聽到那個 啾啾啾的聲音 就好像已經就追了 那我還沒っちゃ pis 那我都會追了 那我把那邊打第一次 那我都會追一點 那你還是要拿一個 你還是要拿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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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要拿一個 然後把飼料 把飼料打下去 然後他們全部都會活起來 他會很興奮地出,其實是... 你還是要拿一顆 那你還是要拿一顆 就是... 我當中... 然後... 就是差不多5點 凌晨5點的時候起來看他們抓收蠻魚 就是他們會把整個那個庫拉的水放掉 講開魚應該可以吧 庫拉的水放掉然後 那個非常靈靈 然後他們就是把那個水都倒到這個斗池裡面 然後再一桶一桶的抓起來 然後再放到這個更大的池子裡面 然後再根據就是看他們這次日本要多大size的蠻魚要去挑 然後就是用這個篩子 就是他要去篩選那個大的然後比較小的就會掉到下面 這次那時候幫他們拍的那個照片 所以 所以 最小的就會掉到下面 他太大有抓起來 最後就是ok的 所以 慢去是 然後大多數 日本買的都是大概一兩年的新賣 就是他們喜歡比較小條的 大陸都喜歡吃比較大條的 就兩三年的 蠻魚的 然後他們就是抓起來之後就馬上坐飛機 到日本 然後蠻魚最近就是在抓 在殺蠻魚 所以大家有機會可以去那個 口湖那邊看看 然後就是在 抓那個蠻魚 然後他們就是用一個很大的漁網 然後慢慢的 慢慢的牽然後越來越 越小 然後其實下面就是很大的 漁網然後蠻魚都在這邊 然後再一條一條抓起來看 因為蠻魚就是他要 養兩年 因為他一開始是那個雌雄通緝的 所以你要餵那個惡萌的飼料 他才會變成蠻魚的 他變蠻魚的才會有那個蠻魚子 就是這樣一袋一袋 然後再掉到那個塔森裡面 塔森裡面都是冰 所以一放下去他大概就是 就會凍死 然後我們就是在那個廣場旁邊 殺蠻魚子 取蠻魚子 就是他們都是一整個 成銷班去做 就是會有一個生產線 前面就是殺了 然後沒有一片 然後 吃那個飼料一定變蠻的嗎 會啊但是也有沒變成功的 但是很少就是了 可能一池 可能不知道 可能一趴之類的 就是不多啦 然後就是那個 歐一根 就是烏魚的味 很好吃 算你看起來那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 劉 那個一顆發豆瓦 生產線 然後留一塊那個帕豆瓦是孔吳那邊的特色 因為一般的就是買烏魚脂不會有那塊 涼豆 肉這樣子 涼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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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什麼意思 就肚子的肉啊 對對對 就是會留一塊肉 那個有在吃嗎 有啊有啊你可以吃後面那個烏魚 你知道價錢就收走了嗎 那時候你如果在現場買給我一百塊 喔這樣嗎 然後市場裡面也是有在買 然後烏魚軟就是要經過就是把那些鞋弄掉 然後用鹽去驗 嗯 嗯 鬆掉然後就要壓 把那個水壓出來 然後這就是我們比較常看到那個畫面 他這家就是一天要搬四次那個烏魚子到他那個水分 可以弄乾 然後你看就是這家烏魚子他是這家工廠他是什麼都做 所以你看他的烏魚子是很多種顏色都有啊很多size都有 他最小的差不多可以這麼小吧 他最大的可以這麼大 然後另外這個是呃呂星霸大蛇之他是 他曾經連續三連拿著烏魚子的特等獎 所以你看他的烏魚子都很漂亮 就是連顏色啊大小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那個就是那個八道八的有一塊的 就是這個白白的這個 這只有烏魚子變得 動物魚子會這樣留其他的地方就過來 然後 他用的這個有點那個布有點像排和山的布 就是快速排水的 但是你有時候在路邊看到人家會用那個選舉布牆去做 就是差很多 啊對啊所以 這很多細節都影響到那個口感 對 然後他們家是在屋頂上 所以那個風很大然後也很乾淨 所以有時候在路邊那個你車子開過去 那個灰塵就起來了 然後 然後 從那邊吃烏魚子都是直接用那個高粱酒 點火去烤 烤一烤就可以吃了 就是都是吃原味的 沒有再加那個什麼 蒜還是什麼 但是我們那邊會加那個水梨 就下次大家可以試試看 消一小塊水梨跟烏魚子切片一起吃 然後這次剛好遇到的烏魚子 然後是一堆 一堆 一堆 對的美年功一堆 這是雲林區的 就是會看那個透光度 就裡面不能有寫詩啦 就是顏色要很乾淨 他聞那個 不能有 有號碎 然後就會有一個人專門就烤 他試試看這樣子 所以就會有一個人專門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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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下面那一盤就是那個高粱酒 就正面烤30秒 反面烤30秒 然後這烏魚 烏魚子因為大概存在了那個形式大概一二十年一直沒有改變嘛 大家都是那樣做 然後一直到這個真幻藝大哥 就是他有一個 他就是可以從那個新鮮的烏魚子 然後 就是把每一顆卵都分離開來 他現在只有這個 然後像很多其他國家做這個烏魚子粉 很多都是把那個 弄好的烏魚子 再去 就是磨成粉 但是他這個是一顆一顆 那個顆粒都是炸的 所以像 就是常常吃烏魚子 你可能要吃四五片 他會覺得很滿足 但是你這個只要吃半匙 嘴巴裡面全部都是那個味道 然後 鮮水狀是 口湖那邊算 蠻有特色的文化劑 就是他是 就是一百 就是 兩兩幾八年 所以下來就一百六十八年前 就那個地方有一個大水災 然後淹死了差不多一萬個人 在 金湖那個地方 就三個村莊也是一萬多人 然後後來他們就變成美年 美年這樣 就有點像超度 亡魂的 祭典 但是他們發展出來的東西就不太一樣 這是一個在那個 阿媽寮 就是 他們總共有三個地方 就是阿媽寮一個是 千人種的 點一個是金湖 萬善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千人種 然後那邊的 東檢樹 東太大樹枕長的樣子 然後 沒什麼人要看的那個 都是神燈 然後 文化祭就是從那個大董塔開始 就是有四幾個村莊 十四個村莊 然後他們就是從他們的村莊整個 走到 北寮啊這邊 就是把他們祭兵 放在這邊 這樣子 就是用那個 典當在那個主導 不過當然現在已經慢慢變得有點光光化 所以他們就是在 雞蛋公尺外 然後雞盒再走過來這樣子 然後 所以有些年輕的 不過這個 因為這種傳統的那個 很多攝影師會都去拍嘛 但是這個還沒有 還沒有很多人知道 所以還沒有 非常的觀光化 然後 對啊 有趣的 滿好的地方 對啊 然後 在那個 後面就是 千人種 就是一個一個 下面都是一個 那個 骨灰盆 骨灰盆 然後他們說 他們每次數那個 千人種的輸入都會不一樣 很麻煩 然後他們說一直到現在 還是會撿到那個 仙人的遺骸 因為那個大水災 然後可能有的 就淹到不知道哪邊 然後現在還是會 挖到這樣子 這後面就是那個 前面就是他們 小丁壯的地方 然後這邊 這邊都是一個一個直接丟上去 但是現在這邊 這個歌仔戲已經變成用走位了 就是他們 連唱都不用唱 他們直接放進去 在那邊 嘴巴也能 用一動就好了 所以我就覺得 好失望 沒有 竟然是假的 對嘴 你看那個小丁壯 對啊 就是對嘴 但是 因為沒什麼人看 所以就是 中間就是那個 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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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燉水燈 一個是 人家那邊燉水燈 然後那邊都是道士們 在 就是那邊都是道教在做法 然後這個是比較在地的 道士 然後另外一邊 金湖那邊 因為變得 比較光光化 所以 變得是台中的道士來 做那些儀式 所以就變得比較 不在地 然後我們就坐著這個船 然後出去 把那個水燈 就前面這幾個 這幾個放到那個海裡面 就是 牽引那個水滾 上浪這樣子 就他們就是 放得越遠就可以 讓更多的 仙人上浪 那時候拍的漁夫 然後這是另外一邊 晚上的放水燈 如果是 如果大家有去參加 晚上會比較有氣 因為整個都是黑漆漆的 然後跟我們一起 然後放幾個水燈在 水上 然後他們晚上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很大的那個 水座 然後就走回原本那個水座 然後晚上的 就是萬人走的人會點燈 他電子的話 通常很多人 這個通常沒走 然後晚上他們 反正會有一大堆儀式 就是因為我不是 道教所以不是很懂 但是他們 我們佩服那個他們都可以 道士可以 他的那麼低 我剛剛 很厲害 這就是台東那邊的道士 然後隔天早上就會大家會把 前一天大家會去市廟把這個水狀買回家 就像看你家要 要買幾隻就 買幾隻 就是看要超出幾個 這樣子 這個是堆的 整個倉庫的那個 他就是 他就是 就用竹子去做這樣 然後 圓柱狀然後他旁邊會接一些東西 然後拍起來就會 就是蠻壯壯的 就是 那個 阿媽寮的邊 然後另外一邊是 金子的邊 他們是排在 大馬路旁邊 所以一路這樣排過去 是蠻壯觀的 就是家家戶路會出來排這樣 然後這是 公祭 這就是看到那個千人總 然後我覺得公祭其實 蠻感人 因為他們那邊 就是 就是那邊廣播開始說要公祭 然後那個鄉親們就跑到這邊 然後就自己就拿著香 就是 慎重最遠的 就是 都蠻虔誠的 然後那邊 燒那個 頂座就是 一整包直接丟 這樣超誇張的 真的超誇張的 然後 就是他們連菜都沒有菜 就直接整包就好 就是這樣 就一整包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起狀 就是下面有一些代表性的東西 就像 水給他洗身體啦 換 拔泥波鞋啦 然後掃地 然後芭蕉 有另外的意思 然後 就是 在地的村民就會下去 賺那個水狀 賺賺賺賺 一直賺到 就是每一支 那個水狀都會有人 一定會有人上升 就是他會把那個 那個水狀 就是大的這一支 扯下來 然後衝到那個 生命面前 然後通常每一個 就是這是 其中一個上升的 然後這次他們轉的時候就看到旁邊的一個富人他就是 就是蹲在地上哭這樣子 我覺得 就是非常堪能 因為他們是真的在想可能 多少年前的 祖先這樣子 然後這是那個他們上升 他轉好了 他每一個上升完就會 很虛縮這樣 只是 只是去賺那個水狀就會上升 不一定就看 不是每個人都會啊 就是看他 他挑誰 就就剛剛大家就寫過 他每一個都很虛弱 就真的很妙 對 大家去看 然後有的還會衝到那個 廟前 不然神明面前就是寫字 他們就會用那個 香灰 就是那種沙子之類的 就讓他們寫字 然後旁邊大概有人把他抄下來 就看他要說什麼 就這個步步 然後這是他們那邊夜市 就他們 一年大概就這兩天晚上最熱鬧 所以 就是他們小朋友最期待的 我覺得這樣子 然後現在這是 還拍賣的 然後整個廣場上 電子花車 然後蠻挺多的看 男生女生都 那個廣場大概就這樣 左邊在演那個 那邊有布袋西 他中間電子花車 然後這邊有三部在放電影 然後他在放電影 好棒喔 他很莫名其妙 天燈也好虛弱 然後這是最近 蠻有名的米晶夜 就是他 才好像三十竹頭吧 他就是站在那個台前 直接 用麥克風在那邊講 所以他就是一個人 分屍補角 因為之前 他都是躲在後面嘛 他現在就正在台前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 他又進 哪裡 文化中心 開售票的 表演 就算 很新的東西 這個是這個 ESOG 我覺得很妙 太熟悉了 因為這個花幾年前的東西 但是在那邊還會有 就快打去公屋 很大了 對 他那個機台還這麼大 對 新的衣服 太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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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玩了 他都還在年紀中 然後回到二三十年前 可能小時候的那種電動 就非常精采 大家可以去這邊回味一下 算是